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让我更有想象力 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伊恩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 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 使我得到的更多 老师可不可以提一下 在圣经里面 有哪几个 其实影响你最深的双值的典范 第一位是摩西 第二位是约瑟 第三位是以斯帖 为什么跟我这么深呢 我从摩西身上 我看到人生是有三部曲的 摩西前四十年 它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摩西 后面四十年 它在旷野市接受神锻炼 操练的一个摩西 第三个它操练完了以后 那它是去完成它使命 这三部曲 对我来说 我个人也是 我这个前二十八年 我工作做得非常顺利 是一个意气风发的 但是也跟摩西一样 我就很骄傲了 所以我去创业的时候 我以为我万事俱备 没有想到 失利了十次 所以这个也是 我在旷野的十年 等到神操练我的时间到了 神就带我出来 所以我现在做职场宣教 就是我的国度的一个使命 所以为什么我对于摩西的一生 跟我是有一些对照的 第二位呢 约瑟 约瑟是一个弯道超车的高手 弯道超车的高手 似乎约瑟他做什么决定都是错的 但是他在错的决定中间 信靠神居然翻转了 那约瑟又对我的启示是什么呢 约瑟很多时候 比如说他受到他波提法的妻子 引诱的时候 他说我信靠神 我要做对的事情 结果他所遭遇到的是更好 还是更坏了 更坏了 但是神就借着这个更坏的事情 让他受到更多的操练 那我自己也是啊 譬如说我在创业的时候 我就期待说 我完全用圣经的原则 来管理我的公司 神马上就会带我 没有 景况越来越糟了 那时候我就想到说 约瑟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继续信靠神 最后才能够反败为胜 所以对我也是 就是说 他们两个都是我很好的榜样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让我看到一线曙光 那以示帖让我看到什么呢 以示帖 整本以示帖里面 没有讲到神 但是你看完以后 你看到神的足迹到处都在 这就告诉我说 一个真正会传福音的人 是你不是一天当晚 把神跟圣经放在嘴巴上的人 假如你能够不讲神跟圣经 而能够让别人信靠这个神的话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你真正最好传福音的方式 你不知道你在传福音 你就活出了圣经 但是你不必讲说神 你不必讲说圣经里面 章节是什么什么 这就是以示天际嘛 是不是 对 所以说这三篇对我的影响最大 在领导上面呢 你怎么样子去 很好地带领这些性格像马 也有性格像羊的 任何一个团体组织 包括教会里面 大概有两种属性的人 一个属性的人呢 他是一个集体意识的 他是比较温顺的 他接受教条式的教导 也接受权威式的领导 那这个大概是一个群体里面的 大多数 大概90%的人 所以我把它叫的是阳性的 但是偏偏就有那10%的人 他是总是 他是个人意识的 然后呢 他总是希望主导一些事情 但是呢 他好像在教会以外 又很有影响力 这个就叫做是马性的 阳性的人是非常好的 他很听话 很忠心 但是话又说回来 当他遇到一个挑战的时候 他是会逃走的 但是马性的人虽然很难管 但是你叫他去做一件突破的事情 哇 他是高兴死的 去做的 所以我说一个好的管理的人 又要是一个好的牧羊人 同时呢 也要是一个好的学马师 这两个人呢 有两个不同的地方 我刚刚又提出来墙内墙外的 墙内呢 你要让阳性的人去服事 他们非常忠心 他们群体意识 他们也接受这些 墙外这些夸教会 夸领域 到社区去建立耶稣的身体的 你要找这个马性的人去做 大家思考一下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谁是马性的 彼得 是不是彼得 哇 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真的要感谢彼得 假如没有这一个马性的人在 他导出这么多问题出来的话 我们整个福音说 大概只有一半的篇幅 另外一半的篇幅 全部都是彼得一个人 搞错事情搞出来的 他又乱讲话 他又乱做事 然后耶稣也就借了这个机会 讲出很多真理出来 对不对 那另外十一个人呢 他们难道不像彼得一样 也有问题吗 他们不提出来 所以说他们是接受教条式教导的 彼得不是 彼得就要问了 好 那我再问各位一位 那为什么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耶稣还要再呼召保罗呢 保罗是马性还阳性的 马性的 非常极端马性 对不对 所以说 彼得跟这个保罗 以前都是两匹猎 然后耶稣带领他们 一步一步的变成一匹骏马 假如没有保罗 把福音带到欧洲的话 整个福音早就没有了 我绝对不是说 马性跟阳性的 哪也好哪也坏 多重要 工时过长 工作量过大 我想这是我们 华人亚洲的一个工作的模式 甚至到影响自己的生活 及教会生活或服饰 也影响到教会的服饰 老师会如何调试自己在工作上 或者是私底下的生活 怎么找到一个平衡 我想 这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讲 都是 特别是在职场上面 要发挥影响力的人 都是一个很大的拉扯跟挑战 还有人说他六日要上班的 对对对 六日有的是排班 六日需要上班的 关于很多这一类的问题 那我把它归类当作是一个 open-ended 就是说除非你要讲得更仔细一点 是说我们公司目前遇到了困境 所以我的老板要求我们 就是说大家要努力 渡过这个难关 但是这个难关大概只有三个月 那这样子的话 问题就比较容易解答了 你不能够讲说 那是不是你的老板 没日没夜的要你加班呢 所以说 但是对于这些问题 我的一个建议是说 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非常重要 好 我举个例子 礼拜六的晚上 你的公司突然跟你讲说 我们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希望你礼拜天来加班 对 但是礼拜天 你主任你有服事 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来做 对 是说工作重要 是不是工作重要 我就不属灵了呢 还是说我不顾工作了 我就过我教会的生活了 关于这类的问题 我相信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 因为每一件事情的后面的原因都不知道 我只能告诉你说 这时候你跟耶稣的关系就非常重要 怎么样呢 你祷告的结果 你做一个决定 你内心是不是平安 这个非常重要 我听过一位牧师讲道 他说一位年轻人问他说 牧师 我应该去看这个电影 而且我希望礼拜天去看这个电影 可不可以 这牧师跟他讲说 好 你把耶稣带上嘛 你到西洋去买两张票 耶稣坐你旁边 结果他真的买了两张票 耶稣坐到旁边 他看了十五分钟以后 他就离开了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非常重要 很多这一类 是是而非的问题 完全在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要学会 就是说没有一个right answer 完全是在于你个人 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在什么事情让你做得平安 你就去做 我会这样子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是取决于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会去聆听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种 偶发性的事情的时候 或是最近在工作 这几个月真的工作上 比较有挑战的时候 也因为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会去做 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 其实很多教会有不同堂的崇拜 甚至是我会说 有些出差的人 我就说你在那个城市里面 找到一个教会 即使你在那边只是两个周末 你也是去那个地方找到一个教会 在那个地方聚会 或者是在那个时候 你不能够参加主日聚会 可是你参加小组 而小组的人成为你 一个很大的祷告的支持 因为你真的特别累 在那个时间挑战很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取决于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那我们也会紧紧地抓住 跟耶稣的关系 我相信现在其实 很多的教会也在思想 就是怎么样用一些的崇拜的方式 或者是时间点 能够符合现代人工作 或者是服务业工作 一些他们的时段上面的考量 因为过去 我们对主日是非常神圣的 所以我们的崇拜一定要在主日 其实很多年前 当一开始有很多的青年的崇拜 是在礼拜六晚上 其实也很挑战 教会的一些的传统 但是后来慢慢也习惯了礼拜六 可是还是觉得 那是青年人的聚会 所以成人就一定要在主日 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的 从教会的角度 也是一个可以打破一些的 框架的一个机会 很想在职场上面 传福音给同事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我相信每一个人 跟神的领受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思维模式都不一样 我只是举出我的 绝对不是标准答案 那我认为在职场上面 传福音最好的方式是说 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的行为跟你的做法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这是 而且你的这个行为跟这个 是按照圣经的原则 或者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 这个时候 就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 但是一般呢 我是认为说 我们信徒要有一个好的品格 然后我们就是不自私 不骄傲 我们不欺骗 这些好的品质 让别人看出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第二个呢 就是工作上面也要做得卓越 而且我们是用对的方式 把工作做得卓越 所以说我觉得说 这两个是很好的一个原则 但是在一般的时候 看不出来 就刚刚我说 当你碰到弯道的时候 就是你越不希望 耶稣出来的时候 你越让耶稣出来 那就会让你凸显出来 跟别人是不一样 那这个不但是传福音 最好的时候 也是你个人生命改变最大的 也是你经历神 最好的 最好的一段时候 我们刚才有提到 从专业人到经理人 到所谓的总裁CEO 或者是创业的人士 双持侍奉 是一定要来爬这个东西 往上走 因为感觉上 那个是更大的一个影响力 或者是有一个 可能他比较是属于阳性的 他可能在他的专业上面 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也非常非常的卓越 那要进到下一个阶段 当然是一个生命的扩张 但是是必要的扩张吗 还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很适合 在专业上面继续专精 还是他要做一个 比较宽广的一个经理人 可以学习去带领管理别人 这个问题很好 虽然我说有不同的阶梯 但是神永远是要我们 活出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 好 圣经上面是不是有说一个 按采受职的一个比喻 有的人一千两银子的 他赚回一千两银子 神就很高兴了 两千两银子的赚回两千两银子 就很高兴了 五千两银子 对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们姑且把这五千两银子的 当作是一个领导者 两千两银子的是经理人 一千两银子的是专业者 重点是说 神不是要叫我们永远要往上爬 神要我们守住 神给我们的恩赐 跟做的事情在哪里 我们只要忠心良善地去做 我们看这两千两银子的 跟五千两银子的 虽然一个人赚了五千两 一个人赚了两千两 但是神对他们的赞赏的话 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唯有这个一千两银子的 他不发挥神给他的财干 又饿又懒 对 所以说就被神责备了 对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说 神给我们的财干到哪里 我们就应该做到哪里 因为职位越高的话 压力越大 你越是 就是说越在上面的人 你越要定方向 越在上面的人 你越要处因变 假如这个不是神给你的 这个本性的话 你会做得很辛苦的 所以这边 虽然我说有这些等级 我也不是说鼓励每个人 都要往这个方向走 神给你的 财干到什么程度 你只要赚回这个程度 神就说你就是 忠心良善的仆人 其实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人 他不是全职 可是他对他职场的工作 其实是没热情 他对教会的服饰 非常有热情 那这样的人 是应该鼓励他 要进到全职的服饰里面 还是在他的袋子当中 有些东西是有问题 有状况的 这个是个人呼召的问题 我一直告诉大家说 就是牧师的呼召 是一个特别的呼召 不是说任何人 在职场受到了困境 然后他就说 我在工作上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说我就希望 在教会的服饰里面 找到我的意义 而且说穿了 还是教会的事情 比较属灵 通常这样子的人 我会 我遇到好几位 这样子问我的 那我说 神跟你怎么说 对不对 我说牧者的呼召 是非常清楚的 你假如没有这么清楚的话 那就是说 你将来即使到了 教会里面来服饰 你也会做得很辛苦的 所以说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 是在于呼召 我是真的很心疼 很多小社青 就是说他们的工作 非常的繁忙 然后他们其实又很有心服饰 那其实他们回到家 他们真的是整个人泪滩了 就是说 有些人累到 可能就觉得自己灵修 都没有力气 他又想服饰主 他又想要好好把工作做好 他又想学些东西 他的人生当中 又开始要去经营感情 婚姻 那其实老师也经过这一段 我是很想听老师 怎么样在你繁忙的生活 服饰 家庭 因为老师你现在也当阿公了 对不对 就是说你是最后 你怎么走过这一段路的 一定有一个阶段 工作也很挑战 家庭这些都很挑战 怎么做呢 怎么平衡人生 每天早上 我大概五点半起床 我大概七点半去吃早点 在这个中间 我有至少五十分钟的时间 我会完全安静下来 当你完全静下来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会发生 第一个你会发现 内心完全平安 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希望你能够尝试到 第二个呢 你前一天 你无意中犯的一些错的事情 圣灵会告诉你 让你的品格更好 你该去认罪悔改的 你就应该去 那第三个呢 他会帮你思路理清 他也会帮你解决难题 所以我七点半去吃早点以前 我这一天 百分之七十五的事情 我都已经做好了 因为方向都有了 所以这个能够帮助我 就是说你说任何工作 跟信仰 跟家庭 跟健身 这个平衡的事情 怎么来调理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真正紧急的事情 我们常常分不清楚 只要你不断去做紧急的事情的话 那你重要事情 做不了的话 那你有越来越多紧急的事情出来 所以这些都能够帮助大家 把你的先后持续弄清楚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以先从十分钟开始 我觉得今天孔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 其实很关键 因为其实我们很需要 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 让神做我们的主 跟我们说话 也让我们思想 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你在网路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